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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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报 报丞相 不好了 派去刺杀慕容安的人全被杀死了 死了 那个妖女有那么大的本事 不是慕容安 是她的贴身丫鬟 把所有的人给我调出来 只要抓到那个妖女 苏恒就会出现 是 你要干什么 你没听见吗 我要去救他们 军夫根本抵倒不了他们 好事 好事 你疯了吗 你疯了吗 当然是好事 只要令温的人马离宫 我都会玉玺 就更有把握了 你在说什么 你不回去救慕容安 你选择留下来抢玉玺 王权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他肚子里面怀的是你的亲骨肉 只要我被夺了王位 他们一样是死 到时候 他不会放过我们 你可以带他们逃走 隐姓埋名 做普普通通的人 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我是成国的王 不是普通人 要我卑微的活 我宁可高傲的死 住手 我爹 他一定会杀了你的 那就看是他先死 还是你先死 谁逗我再试试看 我羊水破了 他快杀了 先吃一下 快 杀了他 快杀了他 是 他绝对不能被我欣赏 他绝对不能被我欣赏 快 把他宿司里的孩子砸死 来 我 你没事吧 想干什么 一 我快生了 我要生了 我要生了 快把我放到水里 很好 我为了刘家的大业 出生入死 逆下了汗马功劳 这功劳 姑不会忘记 等我登基以后 第一件事 给你们加棺进决 让你们后半辈子 享尽富贵荣华 好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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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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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王位没那么好做吧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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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公子 你可真幸福 锦衣日时的 这刚生下来 就是陈国的世子 这以后 陈国的王位 也必定是你的 陈国的王位 听说你绝食 就是为了见我一面 你把我全家都杀了 你怎么不杀了我 我还没想好 怎么处置你 我现在来了 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 你老是回答我 说吧 你到底爱过我 有这么难回答吗 爱就爱过 不爱就不爱 没有 不可能 你骗我的 你不可能 连一点点都没有爱过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必要骗你 我这辈子 只爱过一个女人 就是慕容安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我们在满园春色里 你亲手画了一幅画给我 还有之后 那么多的床帝之花 恩海之意 不可能 不可能 连一次都没有 你骗我 你骗我对吗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慕容安 我是利用了你 但如果你不是 刘丞相的女儿 我也绝对 不会这样对你 刘欣慈 你我都是 王权游戏中的 一颗棋子 身不由己 欣慈 我这辈子欠你的情债 希望下辈子能还 下辈子 不要下辈子 但我 这辈子还可以的 你看 你看看我 我还想给你生个公子 我还想做你的夫人 我还冒昧 我还年轻 你再给我一次见回 何必能心慈 你有的缘分已尽 何必再勉强自己 大王 大王 你不要走 大王 我不要走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的孩子可好 虽然是不足月小产 孩子略显瘦 但一切都很健康 只可惜她有一个致命的毛病 什么毛病 快说 她是个女孩 女孩是不可能成为世子 如果你生公主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我们的计划就全完了 可是她已经出生了 这是天注定的 我们是病吧 不可能 我不相信老天会一直眷顾着苏恒 就算老天不帮我 我可以自己帮我自己 还好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昨日刚好一个农夫生了一个男孩 我已经把她换了过来 稍后我会把这个女婴送出宫去 你给我记住 你生的是个儿子 那我的孩子怎么办 她也是你的孩子 你放心 我会找个大户人家 一定会富贵养育 绝对不会比公主差的 等等 我求求你 让我再看看她 让我再帮我帮她 她是我的孩子 我她还是不要讲 一面都不讲 你这辈子也不会有经过 여기까지 我不懂 чтоб你要我 别跑 别跑 孕 confer 你 别跑 孕 sob ใ揉 爱 孕 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不哭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哭了 夫人 您说我们今天采什么花 回宫里摆着呢 那花的颜色好看 问她在哪个院子采的 是 这位姐姐 麻烦问一下 这个花 姐姐 夫人 她 看见我就逃 派人把她给我抓回来 是 不许 看见我为什么要逃 夫人饶命 夫人饶命 饶命 我为什么要要你的命 你是 你是 你是慕容夫人的姑娘 奴婢什么都没看到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夫人饶命 夫人饶命啊 你是不是看见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看见什么了 奴婢什么都没看到 你有没有告诉别人 我不知道 你说不说 你不说是不是 你说不说 你说呀 你说呀 你告诉谁呀 你说 你说不说 你说呀 你说不说 你告诉我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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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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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我一会儿就出了 跟我来吧 你来干什么 你是不是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 心里可高兴 我是来救你的 你会有这么好心 我才不信呢 其实我是来报恩的 毕竟你曾经救过我 你以为我那么好骗吗 当初我逼着你喝堕胎药 你恨我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来救我 好吧 我说实话 我恨苏恒 苏恒最忌惮的 就是你们刘家 只要你活着 刘家就留着血脉 就总会有向他报复的一天 这话听起来 倒像是实话 不过这天牢里戒备森严 你怎么救我 服下这几颗蛊虫 你的容貌就会改变 再穿上宫女的服饰 就算你走到苏恒的面前 他也认不出你 你怎么会鼓术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不必知道 你只需要明白 现在我是唯一一个 能救你的人 时间紧迫 你到底要不要 靠着蛊虫救命 自己决定 想想你的父亲 想想你刘家 几代的荣耀 想想你被耻夺的 王后之位 难道你就能忍下 这天大的仇恨吗 我还有个条件 你们刘家 在陈国藏了八大金库 告诉我埋藏的地点 你想撤火打劫 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好吧 我告诉你 我 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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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了梦 我变了梦 你变了 你已经完完全全 变成命貌的一个人了 你怎么变成的我 这是怎么回事 对不住了 其实我这次来 不是为了救你 而是为了救我自己 不可能 不可能 你马上就要死了 而且以南宫卿的身份死 一个卑微 下劲 你从来不放在眼里的身份 我的脸 你还给我 你还我的脸 结束了 从此世上不再有南宫卿这个人 苏恒 你将面对的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流星词 一个更坚强 更有耐心的女人 我该多陪陪你和孩子 可惜这几日宫中的变故 实在太多 我也听说了一些事 不过总算尘埃落定 苏恒 现在的陈国 真的是你所想要的吗 虽然刘温已出 但是刘温的势力仍在 陈国要在七国之中 立于不败之地 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你们人类 对权力的欲望 是永无止境的 因为我要把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交到我们孩子的手里 大王 大王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禀大王夫人 贡女秦二辈 被南宫夫人打死了 什么 大王 大王 出事了 又出什么事了 禀大王 南宫夫人刺杀刘厚 说具体的 南宫夫人去一宫探望刘夫人 不料突然发了疯 不仅刺杀了刘夫人 还不停地说 她才是真正的刘新词 然后 然后什么 然后就晕过去了 那刘夫人她现在怎么样 倒是上得不重 只是受了惊吓 哭哭啼啼的 想见大王 你们先下去吧 是 这件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刘温是叛贼 理应满门抄斩 我现在只不过是把她打入冷宫 已经是对她宽容了 同为女人 她们是因为得不到你的爱 而不满 苏鸿 我从来都不过问你的国事 但是对于这件事 我希望你心存善念 她曾经那样对你 你真的 不计前嫌 她怎样对我 我根本就不在意 我唯一在意的那个人 是你 不过现在 又多了一个 现在的我 已经心如止水 不想在平天杀你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会对她从宽处理 大王 我站的脚有点酸 我能坐下吗 你一个罪臣之女 有什么资格提要求 刘温弑君之罪 理应满门抄斩 全家上下一个不留 你可明白 我明白 我念你 曾经是我的女人 不忍杀你 让你流放南方 虽然苦些 但是还算清静 你看平宿哪个宫女 用得还趁心 就一并带走吧 我一个也不带 你自幼娇生惯养 一个人在南方 过不下去的 我不会去南方的 留在都城 就得一辈子留在天牢 我也不会被关在天牢 我还要像从前一样 做你的夫人 住在常乐宫里 和从前一样 哼 我们是回不到从前了 那我们就从头开始 你还有什么筹码 我有 说来听听 大王你应该知道 我们刘家在陈国 可以呼风唤影 连郑国也要卖我父亲面子 这不仅因为我们刘家 在朝中根基封后 更因为我们刘家 富可敌国 你刘氏是陈国首富 只是 你们刘氏已经破灭 那些财富 早就收缴国库了 大王不会真的以为 你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家的全部财产吧 坊间一直流传 刘氏一门的财富 可抵一个陈国 看来这话没有夸张 我们刘家在陈国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共有八个金库 只有家中长子长女 才会知道金库的地点 刚才大王说 我们刘家一门的财富 可以抵一个陈国 只是这话不对 我们刘家的财富 足够买下三个陈国 大王不相信吗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想用这些财富 换回我以前的尊荣 大王 我知道你野心勃勃 已经想要称霸七国 可是现在陈国国库空勋 大王想要招兵买马 囤积军粮 哪个不需要用钱 我当然知道 我身为罪臣之女 面目可憎 因为我有这些财富 大王不觉得 我美貌些了吗 看来我真是小瞧你了 好 我答应你 谢大王 大王 南宫夫人她死了 什么 罢了 好生安葬她吧 可小公子怎么办 大王 不如小公子 就由我来抚养吧 你 我知道大王心里肯定想 我是不是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我知道经过这件事 大王你不会再宠信我了 只是在这后宫之中 若我能安心抚养公子的话 我也不会再无聊生事了 好 隐了 大王 还没有刺名呢 就叫粗献吧 莫言哥哥 你说这次算不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呢 但愿吧 不要那么消极吗 不是消极 教主的线索还没有找到 到底是什么事 才让慕容安 伤心而泣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留在他们身边 然后看看 后面又发生什么事 没准这一次 我们还能帮助他们 也许真的让你的爹娘 有一个好的结局呢 还记得我们在迷雾森林 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 刻骨铭心 永世难忘 那你应该还记得 我们在林中小屋 你问我 为何光着脚 我没有回答 然后你说 我说魅族的人 比人类更懂得天然合一的道理 慕天席地 这才是最为快乐和潇洒的 要是有这样的日子 就算给皇帝也不换 那就跟我走 带上玉儿 我们一家三口回到迷雾森林 过神仙般的日子好不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温柔一间 温柔留给风雨 在温柔一间 忘记半世流离 再忘记一切 破碎出尘封锋里 再破碎一切 把自己埋在很爱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转眼一说 你不是你 是流年无期 还是 ا Ensuite 还是尘兴难清 还是尘兴难清 铁炎海角 红归统织 这阴定万个 尝到何念何夕 天涯海角 同归同寻 这阴定万的 尝到何念何夕 何念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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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